中日韓三國21日在韓國首爾 進行了三年來的首次三國外長會談 但是外長們並沒有就何時再次進行三國首腦會談達成一致 與此同時 日本媒體曝光了一起中共間諜案 一名在日本經營貿易公司的中國男子 因為涉嫌為中共軍方竊取可轉軍用的技術而被捕 請看一下詳細報導 22日 香港《蘋果日報》援引日本產經新聞21日的消息說 被捕的中國男子現年62歲 上世紀70年代畢業於中共專門用來培養間諜的解放軍洛陽外國瑜學院 這名男子1976年到大阪外國瑜大學留學 78年畢業後頻繁往返日本 93年 他在大阪一家公司就職 2004年 這名男子在大阪開設一家貿易公司 並頻繁接觸日本精密機械業人士 報導說 日本警方對該男子留意已久 近來更發現他與中共軍隊總參謀部下屬的情報部 技術偵察部 負責網絡站的電子對抗部 以及負責對外政治工作的總政治部聯絡部共四個部門都有聯繫 因此警方認定他是中共軍方間諜 涉嫌竊取可轉軍用的技術 巧合的是 這一間諜事件的曝光 恰逢中日韓三國進行第七次外長會談之際 因此格外受到外界關注 在這個時候 日本政府把這個人抓起來 那就是它的背景 就說明了中日關係並不那麼緩和的順暢 起碼日本人認為沒那麼容易改善 打這個東西來加個味道 加個料 美國中文雜誌中國事務總編輯武藩分析 在中共的間諜系統中 解放軍洛陽外國語學院主要負責培養低級間諜 而中高級的間諜一般出自北京大學外語學院 中國外交學院 復旦大學國際關係系等 這名被日本抓捕的男子直接竊取機密 偷盜信息資料 屬於中共低級間諜 中共擁有大量這樣的初級間諜 被淺派到世界各國 吳帆談道 雖然很多國家都有間諜 但中共間諜非常特殊 他們偷竊的範圍無所不包 不像美國 政府根本不派遣商業間諜 而且不能偷竊對方財產 多年來 中共龐大的間諜網絡 早已引發世界各國的高度關注 中共間諜被抓捕更是尋常之事 總部位於美國的《新紀元》週刊曾報導 僅2008年到2011年 就有至少57名中共間諜在美國被起訴 根據美國的調查 他們有一個結論 就是中國的間諜散播全世界 他們什麼情報都要 中國的間諜其實各種身份都有 除了大使館人員 中國還對外大量的派出了一種是商人身份為掩護 第二種是學生身份為掩護 法國國際廣播電台《中文網》援引法國《解放報》的報導說 中共在法國境內全方位開展間諜活動 並且已經進入產業規模 中共間諜擅長盜取試驗器材和電腦信息 格外具有攻擊性 報導指出 中共特別專注的另一項間諜活動是監視異議人士 這包括法輪功群體 藏人團體 臺灣和維族人社團等 《產經新聞》報導 中共間諜擅長於主播拉攏當地人為其辦事 有善於隱藏 所以較少被發現 但有消息人士表示 最近這名被捕男子的電腦信息量很大 日本警方有望從中掀開中共間諜活動實況的厚厚面紗 看來 煙辱大理 準備期間諜活動自身渡 annihil把它返回 從中掀開中共之間諸活動作教導